MING PAO TORONTO 會計系在當時是我的前三名 那自己也藉由去研究會計系未來的一些 就業取向會學甚麼 那以及去搭配自己的兴趣 以及自己的个性适不适合 那最后我以自己个性呢 比较偏向实事求是 那以及追根就底章的精神 那同时呢 在未来的就业取向 会计系无论是在去事务所 或是以后转好工职 或是进入产业界 都是进可攻退可守 这样子的一个就业环境的状态之下 最后我选择了就读会计系 会计系在必修其实本身都十分的扎实 举凡会计有初快、中快、高快 那还有法律啦 包括像公司法、税法等等 那还有资讯 比如说AIS 那还有像管理学等等 这一些扎实的必修可能 其实很有可能 我们在应付这些必修当中 就已经喘不过气 但是呢 因为在政大商学院 有非常丰富的系所跟开课 所以当时我也勉励自己 要去多修一些相关的课程 那例如呢 我就有到风管系去修人寿保险 相关这样的课程 那以其自己呢 如果未来有需要接触相关的产业的时候 也可以更加的理解 那同时呢 学校也非常鼓励双主修 那我自己呢 也有双主修财政学系 主要呢 是着重在税法上的学习 我是在大四的时候 到资程的税务部来实习 那其实在一进去 在做实习 在做咨询的这些案件的时候 我就发现 其实法律上的一些规定 在实务上的应用 其实有非常多 可能没有规范到的地方 那这些没有办法规范到的地方呢 其实就有赖于我们的这个专业判断 那以及去跟客户做沟通 那了解他们的需求 以及他们所要的这些相对应的税务规划 那其实在当中我也了解到 在法律呢 其实它的规范是要一体适用在各个产业 所以对于很多比较特别的产业 或是产业当中比较特别的案件 或是一些事件 它就没有办法做一个非常明确的规定 所以其实在做租税规划的时候 它可能并非有一条非常明显的界限 所以我们在做租税规划的时候 都要去考虑着 是不是我们的规划过度于积极 而会产生这一个相对应的科税风险 那我想这个当中的一些权衡拿捏 是在我们学校的课程当中 所没有办法去教到的 那同时我也觉得我们到事务所实习的态度 其实要更加的积极 因为在学校的时候 我们常常都是老师丢东西给我们 然后我们去吸收 可是在事务所实的环境里面 其实大家都非常的忙碌 那当然你如果要问一些 在你的学长节的时候 那其实你就要 相对你的态度要更加的主动 那也要去主动询问 那才有机会可以学习到更多东西 那让自己的工作来上手 除了自己对于会计相关领域的 这一些专业知识的学习以外 那我觉得呢 在电脑应用软体的熟悉 也是相当重要 在事务所当中 你可能常会碰到像 Excel、Word、PowerPoint 那尤其在Excel当中的函数 我的熟悉 那我觉得在进入以前 可以先去熟悉一些比较常用的 像ViduGov的一些函数的应用 那同时呢 我认为在外语能力上的精进也非常重要 尤其在四大会计师事务所 我们都非常有机会可以服务到外商 那在跟外商做沟通的过程当中 其实外语能力就显得相当的重要 那最后呢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大学不是学习的重点 那它反而呢 是一个培养多元学习 最好的一个场所 那在大学当中养成 自己愿意去接触非常多元的事物 那有助于在未来呢 尤其在很多法律的推论诸心 很多公报的推论诸心当中 可以去更加快速地去学习 这一些新知识 看完这支影片 如果你喜欢 动动手指头转发出去 给你的朋友圈 让更多人看到 立刻帮我们按赞分享 订阅开启小铃铛 你的鼓励是我们持续做 更好影片的动力哦